我們注意一下大家午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 我們繼續來公告蘇蘇吉的第九章 我們今天下午繼續來查考四世紀的第九章 我們可以公告第五節的部分 我們早上提到第五節的部分 第五節 他這裡說這個 阿比米勒參與他帶的這些飛奴來到學富力 將他這裡的兄弟 六十九位 七十個就走一個 六十九位 都台在一個冠州上面 第五節這邊有講到亞比米爾塞爾夫拉 把他的六十九位的弟兄都殺在一塊磐石上 聖經 普通時我們的託事都這樣託過就算了 聖經大部分我們都讀過之後就算了 你如果真正向他相信你才會發覺 他這七十有真心的意思 我們如果發現 我們仔細等一下看 我們看這一節實在很有意思 為什麼他要說 他這六十九位兄弟都台在學富力 為什麼他要說把六十九位的兄弟都殺在俄佛拉 你如果對照背中的三十三節 我們如果對照八章的三十三節 他這裡說 既定是要 以這個人過去水中自白奴 怕殺人 以白奴 逼裡頭 做人的行 這個來這裡 你說既定是要 以這個人過去拜這個白奴 這裡提到雞電時候 社會人又去隨從拜大利 這場雞電的這六十九位兄弟死在俄佛拉有沒有關係 這跟他的六十九位的兒子死在俄佛拉有什麼關係呢 我跟你說這有絕對的關係 我告訴你有絕對的關係 這就是我可以在那裡所說的 這是我早上所講的 這個雞電的宗教教是失敗的 雞電的宗教教是失敗的 也就是說雞電 他的這個兒子 其實沒什麼信用 也就是說雞電的兒子 說起來是沒什麼信仰 也就是說 你想 加速他的宗教教教做得不錯 假使他的宗教教教如果做得不錯 以色列人就算要去拜巴黎 以色列人假使他們要去拜巴黎 應該俄佛拉 是最後淪陷的一個地方 應該俄佛拉是最後淪陷的地方 也就是說雞電的兒子 應該要可以發揮 因為他在這個俄佛拉這個地方 他算是一個旺族 這有影響 也是說他在俄佛拉這個地方 是擁有旺族的 有影響力的 對 他應該要跟他的族人說 他應該要跟他的族人說 當然是我們老爸就是來 揮條巴黎 才可以担任我們來打敗美甸人 今天我的父親是 因為打敗了這個巴黎 才有這個能力 住在這個 來揮壞這個巴黎的祭壇 來揮壞這個巴黎的祭壇 因為神是祈禧的神 因為神是祭邪的神 所以他 來揮壞巴黎的祭壇 我們後才可以担任我們 同胞來打敗 這個美甸人 因為他 先毀壞了這個巴黎的神壇 然後才能夠帶領我們去打敗 這美甸人 現在我們可以再回頭去拜巴黎 但是我們怎麼能夠再回頭去拜巴黎呢 應該他們要發揮這種影響力 應該他們要發揮上的影響力 但是聖經看起來是沒有 但是聖經看起來是沒有 他就是說 當這個貼流 就是都在拜巴黎的時候 當這個潮流都在拜巴黎的時候 祭殿的兒子 就是在這個中間水流失去 祭殿的兒子就在這個時候也隨波而流了 所以 在這個大家 聖經他其實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他是要給我們提醒 聖經裡面有很多的意涵 他是在提醒我們 當然 在這個 灣區貝密的世代 當我們在這個灣區貝密的時代 你不能堅持 對神的這份信用 我們沒有辦法堅持對神的這份信仰 你水流失去 你水流失去 所以你看他們很快就去拜巴黎了 所以你看 他們很快就去拜巴黎 這就是說 當我們不能 為神做工 不能為神公圍的時候 當我們沒有辦法為神做工 沒有辦法為神努力的時候 不能為神公圍 你看全球的這個人口有七十幾億 我們看全球的人口有七十幾億 我們說 神看我們的生命 真的都是 尊貴的嗎 神看我們的生命難道都是尊貴的嗎 神會看我們尊貴是因為 我們敬畏 神看為我們尊貴是因為我們敬畏他 你要聽他的話 我們要遵行他的話 這樣你的生命在神的中看是尊貴的 這樣子我們在神的眼中看為是正貴的 你如果像 世人人一樣 對神的會 寂寂度 如果我們跟 市長的人一樣對神的話自私度外 你完全沒有在乎神怎麼說 我們完全沒有在乎神的話 如果這樣 你敢相信是怎麼看待我們 如果是這樣的 那神是怎樣的看待我們 所以 為甚麼 他就來這裡特別記載 紀念這六十九個兒子 都在歐夫列風 台詞里一個盤酒上面 為什麼這邊記載說 紀念的69個兒子都 被殺在俄伯拉的一塊盤石上 也就是說 當人 不再為神效力 當人沒有辦法再為神效力 沒有在尊神做大的時候 沒有在尊神偉大的時候 其實 你的生命神就已經沒有在乎了 其實你的生命的神已經沒有在管了 所以你看 紀念這六十九個兒子 在俄伯列 這是他的紀念的大本營 這個 俄伯拉是紀念的大本營 結果他這六十九個兒子 在俄伯列 去讓 阿鼻咪在帶的輝度 都把他掌殺在這裡 結果他六十九個兒子 都在俄伯拉這個地方 被匪徒 斬在一塊盤石上 並且俄伯列這的人 近年都沒有人為他 來 出一些力 結果俄伯拉這邊的人都沒有為 這件事情 出一點力 都沒有人說要來為紀念的兒子來講話 還是來做一些協助 都沒有啊 都沒有人為 他的兒子 做一點事情 講一些話 都沒有 所以 這也是 一款的信譜 這也是一種審判 所以 我們 我們聽李姊妹 在這件事上 真正 我們就是要他經營 我們弟兄姊妹應該要在這件事情做一個警醒 也就是說 這不單單是 以色列的歷史 這不單單是一個 以色列的歷史 其實這是神的神秘 這是神的心意 神過去 會在基電 以這個驚孫心雄做這樣的事情 神過去會在基電的身上 祂的子孫做這樣的事情 在我們的心雄也是會喔 在我們人身上也會 沒有代表說他在管理家庭方面是很不錯的 你看他這小孩 這頂也沒什麼信用 你看他的小孩是完全沒有什麼信仰 所以 這在神的面前是怎麼有罪喔 正在神的面前其實也有罪了 喔對對對 我們將來面對神的心法 是一項對一項來說 我們將來面對神的審判是一項一項來 信心反信心 信心歸信心 你在家庭的經營反家庭的經營 你在家庭的經營歸家庭的經營 喔 不是說我信心好 全部都沒有問題 不是說你信心好啊 其他的都沒有問題 也是我們每一項都要注意 也是我們每一項都要注意的 所以 說起來我們人在神的面前 有很多虧欠 說起來我們人在神的面前 是有很多的虧欠 為什麼 我們就是要用謙避的台頭 我們整個神的面前求神 給我們審判 所以我們都用謙卑的態度 跪在神的面前 來求神來赦免 因為 我們學校有的地方 我們已經做得不錯了 或許我們有些地方已經做得不錯 但是我們有一些地方 其實是有虧欠的 但是有其他的地方 其實也有虧欠 這些虧欠要求神 給我們審判 這些虧欠要求神來赦免 求神來帶領 加點我們的虧欠 加添我們的力量 要彌補我們的虧欠 要彌補我們的虧欠 你不可以說 我們就沒辦法了 死了 我就跟他講 他也沒有要聽 不要推說 沒有辦法 這個兒女我已經有跟他講 但是就是講不聽 不聽你敢有求神 看要怎麼處理就處理 那個 不聽話 那我們有沒有求神 看是要怎麼處理 你說沒有啦 我才敢這樣記住 沒有 我怎麼敢這樣的禱告呢 因為神啊 關卡了 又痛苦到我 神如果管教他 那又痛苦到我 對啊 做事大人一定會痛苦的 當父母親的一定會痛苦 對啊 但是 為了要求他的靈魂 我們不用害怕 你也是要這樣記住呢 但是為了搶救他的靈魂 免受 下陰間 我們也是要這樣的禱告 但是 很多做事大人 總是不敢啦 但是我們很多的父母親 總是不忍心 你不敢 其實 我們說的 只是會讓狀況越來越壞 我們父母親如果不忍心 只會讓這個狀況越來越糟 所以就像這個 基殿 他才會兒子 就像這個基殿的兒子一樣 喔 所以 這也是要把我們提醒的一點 所以 這裡也是在提醒我們一點 基殿雖然是信心的偉人 基殿雖然是信心的偉人 但是他的兒子不一定是信心的偉人 但是他的兒子不一定是信心的偉人 也就是說 你的老婆雖然做得很好 雖然說你的父親做得很好 但是 並不可以因為這樣就來救了你的兒子 並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救了你的兒子 所以你注意看 所以我們注意的看 醫生結束為什麼 老婆所做的 兒子不用給他生長 以錫結束那邊有記載說 父親所做的兒子不用去承擔 相對的老婆所做的好者也不能生長 相對的這個父親所做得好 這個兒子也不能夠去承擔了 出來接近20萬歲的人說 喔 這個人敬雖然是要向他發主要得到千代 出了基記的20章那邊有 講到說神發執代 法執到千代 就是說這個人有敬雖然 也就是說這個人敬雖然審 這個人敬雖然是要向他煩惱得到三、四代 這個人如果被逆的話 神要向他發入以遲到三、四代 喔 千代 世間有這麼好的喔 千代那世上有這麼好嗎 大衛驕神靠他 神的書 他的驚孫 幾代而已就沒國了 大衛這個神看他 所做的善事 但是他的子女 這個 才到幾代就亡國了 要靠什麼千代啊 哪有可能到千代 所以聖經在講的千代 三、四代 那不是像我們所想的那個千代 那個聖經所說的千代跟三、四代 這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個千代 所以他說的千代 三、四代 意思是神的阻礙贏過他的憤怒啦 這個千代跟三、四代 這個就是指的神的憤怒贏過他的 他的阻礙 他的時代贏過他的憤怒 喔 他的阻礙比較多啦 他的時代比較多 他說是這樣啦 他講的是這樣子 喔 那不是說我們所想的說 我真的千代 世間沒有這個事情 不是說我們 所想像的千代 這事實上沒有這樣的事情 喔 所以 在這個大家 讓我們看到 老爸是信心的偉人 兒子 不一定是信心的偉人 這個 父親是信心的偉人 但是他的兒子 不一定是一個信心的偉人 生氣信用也不太好 甚至於信仰也不是很好 喔 所以你看 你看看 你不能為神說話 所以神也沒有為你說話啊 你沒有辦法為神講話 神也不會為你講話 所以你現在要作修 人要把你殺害啊 你現在要遭受人要殺害你了 神怎麼會殺 神會擱嗎 神也是沒殺啊 神也會不理你 喔 因為 人對神跟紀念 已經是信用上變質 人對神在信仰上已經變質 這神就沒要殺了 神就不理會了 好來我們繼續看高中的六節 我們請一起來看九章的六節 這個四驗人跟美羅人都做那組織 用四驗的唱唱片的條子 來點阿比米勒作 這個美羅在國際版的聖經 是他翻譯作這個 伯米羅 米羅在國際版的聖經裡面是 翻譯 翻譯叫做伯米羅 這個薄 就是 這個廚的意思 薄的意思就是房子的意思 這個米羅這就是 這個給它踢滑 米羅的意思就是填滿 對 就是說只用這個泥沙 來 來欠 一塊地 這指的用泥沙來填滿一塊地 用來建 來做一個建築的平台 來做一個建築的平台 在上面要來蓋這個牆壁 在上面來蓋一個 墻壁 這是其他大型的建築 也還有其他大型的建物 所以 這個所在的這個伯米羅 在這裡說的伯米羅 這有可能就是 高中四十六站 也可能就是九章四十六節 你說事件老的人聽到的 密尼密 百粒 密尼土廟的 位塑 這個位塑就是一個堡壘 這個位塑就是一個堡壘 喔 他說這個ouse Cameron 這裡講得 喔銃的像素 這標示這是一個 很明顯的地標 如果這裡就就很明顯地標 喔 ほ 就有這個標示他們在這個 この喎茶要問 во ho 也就說他們在這個屬下要來 求問神 我們看耶穌瓦記24章 我們請看耶穌瓦記的14章 24章 24章 我們看25章到26章 我們請看25節到26節 耶穌瓦記24章 耶穌瓦記24章 我們看25節 我們請看25節 同立耶穌瓦記八成立佑 第四章 為因來立定論雷電中 耶穌瓦將這些話都生在神的律法切胸 他又將一個大章頭 立在牆手牆 要發聖書邊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 耶穌瓦來重申以臣八成之間的立佑 這裡講到耶穌瓦跟百姓立約 再重申一次 再重申一次 這神有臣八成立佑 我重申再給你提倡 神有跟百姓立約 但是我重申再次提醒 哦 來我們回到檔外輸出院 第九章 我們翻回來四世紀的第九章 我們看第七節 我們請看第七節 有人將這個書跟宥坦說 他就去站在紀錄心山頂 向眾人大聲的法徑 說 事件人啊 你們就要聽我的話 是他們就聽你的話 這個大家這是宥坦開始要來講一個比喻 這裡有講到約壇他開始要來講一個比喻 哦 他這個說站在紀錄心的山頂 這裡有提到說站在這個紀錄心上 紀錄心的山頂 紀錄心山上 對 山頂 他這個頂 不是真的像我們說最高點的那個山頂不是啦 這個頂也不是只說站在這個最高點那個山頂 不是 他這個頂就是突出的原始 這個頂是指突出的原始 如果沒有他也沒有像我們有扣音器 等你站在山頂來講是誰有聽的 他在當時沒有扣音器 那站在山頂那誰會聽得到呢 對啊 他這是在這個山頂 這個頂端有那個突出的原始 他來站在那個 這個頂就是一個關鍵 他站在這個 這個突出來的原始 這個也算是一個高點 哦 他來向眾人來發覺 他向眾人來喊叫 因為 現在在歐佛林 紀錄70個章 現在就4、6、6、9個 存在一個 在俄伯拉這個地方 這個基墊的種植已經死了69個人 哎 存在一個人啊 剩下一個人 他就在這裡發覺 他在這邊喊叫 他說4、6人啊 你們就要聽我的話了 他說4件人啊 你們要聽我的話 他說這樣是 你們就聽你的話 三子神就聽我們的話 哎 其實他說這也是都 假講的 他講這些都是多語的 早就要講了還不是 早就應該要這麼說的 早就要為神講話還不是 你早就應該要為神講話 哎 他說 那神就聽你的話 他說神哦 我就拜巴力 神都聽我們的話 結果我們都拜巴力 我現在都在拜巴力 還有什麼在神 聽我的話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拜巴力 然後神聽我們的話的問題 哦 對啊 所以 他在說這齁 人在說這也是一廂情願 如果要講這件事情 也是他一廂情願 哦 他說 你如果聽我的話 這樣神就會聽你的話 你們如果聽我的話 神就會聽你們的話 我們看 第八戰 請問第八戰 有一次啊 秋末要加一張 手子做王來管理他們 就去對柑仔 像說請你來做我們的王 這秋末說要加一張 手子做王啊 一棵樹木說要高一棵樹來做王 他說他們這些手子 大家開會說要加一張手子做王 這些樹呢 彼此這樣子開會 說要高利一棵樹來做王 哦 啊這些的手子 就是象徵起來 才是代表這些事件人 這些樹呢 可能代表一些事件人 哦 他們對的神 直接的統治 其實是沒問題 他們對神 這個直接的統治呢 呃 可能不滿意 啊 所以要像四位的外邦人一樣 有一個看得到的領袖來幫他們 通知 可能要跟其他的這樣子的外邦人 像四位的 呃 的領袖 像有一個王來領袖他們 對對對 看得到的領袖 看得到的領袖來領導他們 對著看不到的神 這種的通知就不滿意 看不到的神 他們卻不滿意 所以我跟你說 其實我們今天在教會裡面 呃 就像我說的 其實我們在教會裡面 啊 為什麼 你現在會會軟弱 啊 為什麼 弟兄姐妹會軟弱 嗯 啊 就是對著 耶穌基督的鍛領 也是不滿意 呃 也就是說對我們 呃 耶穌基督的帶領也不滿意 欸 啊 行 如果鍛領 怎麼在看不到 就覺得不滿意 呃 神如何帶領我們的腳步 他們也不滿意 欸 啊 不滿意 當然他就不想來啊 啊 不滿意 當然他們就不會啦 哦 他覺得說 什麼神在帶領 啊 當然是在帶領什麼 呃 他們會覺得說 神在帶領 那到底是在帶領什麼呢 我感覺沒有在這個鍛領裡面 在帶領什麼好處 呃 我也不覺得說在帶領裡面 得到任何的好處 對 啊啊啊啊 如果這樣我來教會要做什麼 那我要來教會做什麼呢 嗯 啊 對啊 啊 所以我就 整個 哦 做一個掛名 信者就好了 那我就乾脆做一個 掛名的信徒就好了 嗯 啊 反正 有來 有來教會 你去也是這樣過啊 呃 呃 呃 我們來教會 可能也是 日子也還是讓過 沒有來也是這樣過 啊 沒有來也是這樣子過 對啊 沒有什麼差別 好像也沒有什麼差別 啊沒有什麼差別 我快樂一定來 啊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來呢 哦 對對對 所以我請來跟現在姊妹說 呃 所以我常常跟我們地方姐妹這樣說 信仰其實就是一款導賬 呃 信仰呃 就是一種投資 啊 這個導賬吼 在當時要 重現出他的價值 你不知道 呃 這個投資 如果要呈現他的價值 我們不曉得 什麼時候會重現出他的價值 呃 什麼時候能夠呈現他的價值 呃 因為 這個導賬就是什麼 你一直投入嘛 呃 這個投資就是一直的投入 欸 你一直投入嗎 你一直的投入 欸 我們投入時間 投入時間 欸 我們來組合就是在投入時間 我們來聚會就是投入時間 欸 你有來做學生 呃 我們有來做服事 這這就是在付出啦 呃 這是付出 哦 啊你有在奉獻 你有在奉獻 這也是在投資 呃 這也是在投資 哦 對啊 你一直在投資 你一直在投資 拜五晚上開始聚會 呃 禮拜五晚上 開始聚會 這就已經進入安息日 呃 這已經是開始進入安息日 拜六又在上下午聚會 呃 禮拜六在上下午的聚會 呃 一個安息日聚會三場 呃 一個安息日要聚會三場 欸 你說這沒有束縛嗎 呃 你說這樣子沒有束縛嗎 那一樣是束縛啊 啊 同樣都是束縛 但是 你要將這個動作是一種 親近身的虛擾 呃 我們要把它當作是一種親近身的喜樂 那這你就不會覺得是束縛 呃 這樣子你就不會覺得是束縛 你會覺得說我今天就是以基督的心作心 呃 我們會想說我們今天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我感覺我來親近身 這是一個吃虛擾的事情 我會覺得說我來親近身是一件很喜樂的事情 欸 你看我們在做一些五六的時候 你也是花時間花金錢啊 我們在做一個一些娛樂的時候 我們也是花金錢跟時間 欸 啊你會覺得很辛苦嗎 呃 你會覺得很痛苦嗎 呃 不會啊 不會 嗯 你如果會你你敢不去 去 導入這個 呃 如果你會覺得 呃 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會去投入這些嗎 當然是不會嘛 當然是不會 所以我們在說的 你來投入時間 哦 導入這些精神 來修神的概念 你覺得這是一款修靈的虛擾嗎 呃 你投入時間 啊 那那個 呃 就是來投入 呃 就是來 來 呃 來建立跟神的關係 來建立跟神的關係 來領受神的威 來領受神的話 我們覺得說這可以讓我們的靈命生長 呃 能夠讓我們的靈命生長 呃 這 這是一款修靈的虛擾啊 呃 這是一種屬營的喜樂 哦 所以 你雖然來導入這個 但是 你感覺是虛擾的 呃 你雖然來投資這些 但是你會覺得喜樂 你 你不覺得這是痛苦 是縮白 呃 你不會覺得這是痛苦 是一種束縛 呃 啊 所以 如果這樣會吃 你這樣 在你的生命中間 你治療不斷在做 這就是在導入嗎 呃 這樣子的話 你持續在做 這就是一種投資 哦 啊 你有導入才有修行 呃 你有投資才會有縮成 呃 神怎麼看待你的生命 呃 神如何看待你的生命 像 一般沒有信主的人 他的生命 呃 還有 呃 呃 他們沒有信主的生命 呃 這神在看 當然是不一樣啊 呃 神在看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馬來基書 他在說啊 所以馬來基書那邊再說 會說在 央法的日子 呃 在月華的日子 呃 他要分辨 適合他跟沒有適合他 呃 要呃 分辨 釋放他跟沒有釋放他的 有敬為他 沒有敬為他 有敬為他跟沒有敬為他的 呃 這有一個分辨 這有一個分辨嘛 呃 這有一些分別 呃 所以 這個投資是 時間很久長的 呃 這個投資是時間很長久的 呃 我這個人不貪心 我這個人不貪心 呃 我已經修二十年 我出的都不用修了 呃 我已經守了二十年 其他我都不用守了 神看一個人是要對頭自尾哦 呃 神看中一個人是從頭自尾 呃 神在看一個人 呃 神在看一個人 呃 我都沒有信心啊 呃 我們會想說 我們起初就沒有信心 啊 那我堅持沒有信心就好了 啊 那我就堅持沒有信心 就好 這不是在說這個啦 呃 當然不是在講這些 你當然是說好的嘛 當然是在講好的 哦 你起初真有信心嘛 呃 我們起初很有信心 啊 真理性在追求嘛 很熱誠的在追求 啊 所以你就要堅持到對啊 呃 這樣子你應該要堅持到底 呃 這樣 將來 神在跟你心盼 在看你 你就是一個 有鑑達 啊 尊貴的人 啊 將來神在審判你的時候 當然就會看中你啊 你是一個有尊貴 有價值的人 欸 啊 這 這才是神所要的嘛 這才是神所要的 欸 啊 所以 我們走在這條信仰的路上 啊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條信仰的路上 欸 是 要堅持到對 啊 是要堅持到底 但是這種人必須多少 啊 但是 這樣的人畢竟不多 大多數都會水流失去 呃 大多數的人都會水流失去 哦 所以雖然我們一直傳到你 有人來信 但是 離開的也很多啊 所以我們一直傳到你 有類來相信 但是離開的也很多 欸 啊 所以你看看 中所要增加很困難 啊 所以你看 我沒有把你強迫 但是神沒有強迫我們 沒有強迫說 你一定要信 強迫你一定要信 所以我們在看那個夢英見證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蒙恩見證 哦 他說有的人說 啊 這離開教會很久啊 呃 有一些見證說 啊 他們離開教會很久了 但是 神病沒有放殺他 但是神並沒有拋棄他 啊 神都還在买手還在 吃到他所做的事 還在幫他承諾 神 記得他所造一的事情 又再次挽回他 讓他再倒回來 讓他能夠再回來 但是 有一個人 他沒有說 但是有一下他沒有說 就是說 青春那樣的 那都是少數 但是像他這樣的人 畢竟都是少數 大多數都是一起不回頭 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去不回頭 他都不會回頭 但是神也沒有去叫他 他一去不回頭 神也沒有再去叫他回來 就是說 啊 去就去了 想說 離開就離開了 啊 所以 所以 所以你講的 那齁 都是一些 糾素的 蒙恩見證 所以 這些蒙恩見證 都只有一些少數的人 就是說 這麼離開的人 裡面 他們是 糾素 離開的人 畢竟這些人 是占少數的 大多數 神病 沒有叫他回來 大多數的人 神病沒有叫他們回來 就要離開就離開了 離開就離開了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 我們在信仰上 為什麼我們說的 我們祖父這麼多 是要做什麼 在信仰上面 我們聚會這麼多次 是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要明白 神的 這個生意 我們就是要明白 神的心意 知道我們在讀這個 聖經 藉著我們所讀的聖經 你去了解 到底是要跟你說什麼 去瞭解 到底神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你知道 以後你要真正 驚訣 你知道之後 你要成為警醒 你不是人想 發生在別人的心上 我們不要去想說 那是發生在別人的身上 發生在別人的心上 就有哪會發生在我們的心上 會發生在別人的心上 就會發生在自己的心上 所以基電雖然為神來做了很大的信仰 雖然基電他為神做了很多的聖功 那他的兒子 你不要去堅持這種信仰 信仰 信仰就有什麼樣子 沒有在插 他兒子並沒有堅持他的信仰 神就不會去理會他 哦 所以你跟他想 今天我們的 上半到像基電 做了這麼多的事工 我們來思考 我們的長輩 有像基電做這麼多的事工嗎 那對人不會對的 可能還跟不上 那對人不會對的 我們今天怎麼信仰也會插人 更何況跟不上 那我們今天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神會理會我們嗎 同樣也是不會 同樣也是不會 哦 所以你看看這六十九個 現在化台就台了 我們看這個六十九個 兒子說殺就殺 嗯 這些信仰也都沒有插了 神也都沒有理會 哦 所以同樣的意思 同樣的意思 我們今天夠像基電 為神做那麼多事工 我們有像基電 做這麼多的事工嗎 啊 所以我們也對不到嘛 或許我們也跟不上 欸 啊對不到 你跟他想 我們的理路 敢可以受到什麼保障 那你趕快思考一下 我們的兒子 能夠受到咱們的保障嗎 那也是沒有嘛 也是沒有 所以我們水人 都要很謹慎 走這條天國路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很謹慎 來走這條天國路 欸 聖經裡面在說的 所羅門是算他較好運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所羅門 實際上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欸 他們老闆台外 啊 比神仰重 呃 他的父親大衛被神 驗重 驗重 欸 所以你看這所羅門 這樣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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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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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那是蓋了很多座 蓋廟不只一座 蓋了很多座 所以我聽說 所以我常說 所有門王如果可以得救 我們大家都不用來教會 我們怎麼會得救 所有門王如果可以得救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得救 對對對 我們不用來教會 我們也不用來教會 我們都在家休息 我們人都會得救 我們在家休息也都能夠得救 因為我們更加壞也沒有去蓋廟 我們這裡怎麼不好也不會去蓋廟 對啊 收到門還去蓋廟 蓋了那麼多 所有門王還去蓋廟 而且又蓋了很多 還去拜 又去拜 對啊 帶一千個母 取了一千個兵杯 對啊 我們只帶一個娘 我們只有取了一個 他說一個你就養不去 不要說我們一個人就養不保 對啊 他說 對啊 我們差那麼多 更換我們跟他差那麼多 所以真的我們水人都要照著神 跟我們定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照著神 所給我們預定的 好 我們繼續來回到家的四世紀 我們一起歡回來四世紀 在高雄的這個八十 他說這個祝福其實就是象徵這些事件人 這些數目就代表事件人 所以現在地點比台的這些境 這個吉田的兒子被殺 跟這個阿比米樂來做一個對照 跟阿比米樂來做一個對照 這就是親像一張好笑 跟這個後邊講的這個經濟做一個對比 就是前面講的好數呢 跟經濟做一個對比 這個管理它就含有這個飄浮在上面的意思 管理就含有這個飄浮的意思 其實它也有指到這個不安定不安全的意思 也代表這個不安定不安全的意思 所以一個王國如果不是照神的心意來建立 一個王國如果不是照神的心意去建立 學者是國王本身他沒有把自己的政府建立在神的恩典基礎上面 如果一個國王沒有叫他的政府的根基建立在神的根基上面 建立在神的恩典基礎 建立在神的恩典基礎上面 這樣他不夠親像一張樹 這樣子他只不過是一棵樹木 他飄搖在重樹上面 他飄搖在重樹之上 但是他的筋不安安來捏在土地上面 他的根並沒有扎扎實質的在這個土地裡面 所以其實他不能來結出貴子要迎藥審 所以他沒有辦法結出果子來榮耀神 也不能對人有什麼好處 也沒有辦法對人有什麼好處 他不就是來給他個人得到這個尊嚴 他只是對他個人得到這個尊嚴 來建立了他的這個關稅 來建立他的權勢 大家都要聽我的 大家都要聽我的 他來享受到他個人的尊嚴 他來享受他個人的尊嚴 對阿卡的佩世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其實他對他底下的百姓並沒有任何好處 所以這就是說他要做王 做王你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面 他要當王是要建立在子安的基礎上面 所以這聖經就是要讓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聖經就是要讓我們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人你要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人要擔任怎樣的角色 你都要想說我扮演這個角色 那是可以對別人優秀作就 我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是不是對人要有什麼樣的造就 你要對人有幫助 你要對人有幫助 不是說你來又再造成破口 不要說我們來又製造這個破口 又造成立雙姐妹的紛爭 這樣你就要做什麼 那這樣子我們來要做什麼呢 人活在世間也是一樣的意思 人活在這個世間也是同樣的意思 人活在這個世間總是要可以讓人有一些好基礎的地方 我們人活在這個世上總是要有一些事情可以讓人家紀念的地方 因為我們有一天總是會離開這個世間 總有一天我們會離開這個世間 總是希望當我們有一天離開世間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思考當我們有一天離開這個世上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很不甘 有很多人會很捨不得 因為他感覺 你活在世間真的對那些人有很多的作就 我們會想說你活在這個世上對弟兄姐妹有很大的造就 對那些人也有很多的關心和帶導 對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關心跟帶導 所以大家都會很不甘 所以很多人都會很捨不得 對 有些人在世上就胡亂搞 對 當他離開世上的時候 對 大家才會大大的鬆一口氣 對 對 當他離開世上的時候 對 大家才會大大的鬆一口氣 對 大家才會大大的鬆一口氣 這就是社區的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這就是社區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奇怪 這個人才會有這麼久 將死比較大 這個人怎麼活了這麼久 現在才離開 才離世 對 對 所以 你如果這樣會很風氣 如果是真的人 那是不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諷刺的事情 對 所以 我們一個人生命的價值 所以我們一個人生命的價值 其實 不單單是 要讓人看重 所以我們不單單是要被神所看重 也是要讓人所清靈 也是要受人的肯定 對 這樣我們不可以為主來發光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為主發光 對 不然你說 到底是要怎麼發光 不然我們會想說 我們要如何為主發光 所以 這就是 我們一個基督徒 我們活在世間 的一個目的 這就是一個基督徒 活在這個世上的目的 好 我們下午先分享到這邊 秀西 喪斯 十七秀 十七 十七首 送我始終的前 你的生命能不明 太快 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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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